报税搞乌龙结果引发了热烈讨论 财政部公布了107年度综合所得申报资料 最低的前30个村里当中 收入最低的竟然出现在北部生活圈的桃园市永和里 平均月收只有1.9万 不过仔细一看报税人只有一名 原来是这个民众在报税的时候物质了户籍地 把永安里物质成了根本不存在的永和里 才让他的本人成了这个里唯一的报税人 也让这个根本不存在的里成了全台收入最低的里 报税季刚过财政部公布了107年度综合所得的村里排名 引发热烈讨论 其中最低的前30名分布在嘉义 澎湖和高雄市 但第一名竟然落在寿都生活圈的桃园市 而且这永和里纳税人还只有一个人 连在地图上都找不到 桃园并没有永和里 那这永和里在民国70年代就已经被合并掉了 桃园市长郑文餐自己都说没这个里 难道这名报税人是幽灵人口吗 原来这一切都是乌龙一场 因为户籍在桃园的男子报税时 误把永安里报成了永和里 但其实永和里早在1982年就被合并 也就是目前根本不存在 因此男子月收1万9成了整个里的平均值 全台最低 电脑以前最早以前可能有什么有永和里 可能是一个电脑上面的错误 我们现在是永安里 之所以物资户籍还能报税 是因为过去的资料没有被删除 而被误报的永安里 其实平均月收7万3 所得算是有一定水准 至于乡里合并和划分资料 桃园市已经建议财政部定情更新 以免未来再有乌龙情况发生 这有林朱强桃园报道 这有黄加地 可思考 致